是在五六十年以后的民国时期 男子意外在废品店捡到两本古书 不料因为自己的这一次机遇 意外救了自己父亲一命 可古书的内容晦瑟难懂 专家只看了一眼就被震惊到不行 声称此一书价值堪称国宝 此书究竟为何如此奇特呢 这件事就发生在湖南长沙 老李如同往常一般下班回家 在路过一家废品收购战时 他意外发现在一辆收购废品的三轮车矿内 竟然有两本十分奇怪的古书 老李平时就很喜欢看书 他随手拿过书籍看了起来 不过他发现这本书不仅仅是蜂蜜奇 就连其中的语言文字都会自然 他实在是差点 这书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 为何能有这么奇特呢 老李翻阅了半天以后 本来想离开 他转念一下 这两本书如此奇特 说不定真是什么古书复刻下来的古本呢 自己本来就是爱书的人 自己说不定真能发现这其中的奥秘呢 他随即拿着这两本书 找到了废品站的老板 他问对方 这两本书是否可以卖给自己 对方一看 竟然有人对废品这么在意 自己总比论金卖掉要划算得多 他随即开价 老李当即就将两本书买回家了 他刚拿回家以后 仔细地翻阅了半天 就和他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其中的文字绘色难懂 而且许多字都是自己认不出来的繁体 他没事干就喜欢翻一翻 他发现 每隔几页就有数字等表示 这似乎有点像是菜谱 还有点像是医书一般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没过几天 他的父亲喉咙沙哑发言 过了几天竟然不会说话 他找了好多医生 大家对此却都束手一策 男子在废品站买下两本古书 没想到意外救下老父姓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他研究这两本怪书的时候 自己的父亲突然不知道怎么的 嗓子开始发言 之后声音变得极为沙哑 他找了好多医院 也找了好多医生 每一个人都没什么好的办法 过了一段时间 他的父亲竟然不会说话了 完全发不出一点声音 他实在没办法 就给自己的朋友 一位中医打去了电话 他问对方 自己父亲这情况 究竟有没有办法医治 对方听闻老李父亲的情况以后 急忙来到了他的家中 对他父亲的病症 仔细检查了一番 对方告诉他 这种病其实不难治疗 但是自己只是听人说起来过 现在他要回去找自己的老师同学 问问这个方子 然而就在他送医生出门的时候 对方看到了 他在桌子上放的这两本书 奇特的样子 立马引起了他的助理 他好奇地拿起来看了一下 便打开翻阅了起来 结果让老李没想到的是 自己这位朋友突然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这让他糊涂不已 这不就是一本怪书吗 至于这么一惊一乍的吗 中医朋友却告诉他 你不知道了 这书名叫《经验侯科子真集》 是古代的一本医书 这本书上 记载的多为当时帮助古代王爷 侯爵 乃至皇亲国妻治疗的一些方子 上面 肯定有关于你父亲这个病症的记载的 果不其然 他们很快找到了那个药方子 然而这本书上还有一句话标注 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本书你没看懂 就不要乱用 很可能白死无一生 这本书绝对不是一本简单词 他说像这样的 医书应该只有房工 或者就是 工厅里面才有的 男子从废品收购占捡来的两本医书 却引起了巨大轰动 甚至因此 救了自己父亲的姓名 在朋友的推荐下 老李拿着两本书 来到了湖南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这里有一位肖教授 他立马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并且将这两本书递给了教授 一开始 对方并不在意 翻了两页之后 老教授突然坐了起来 还激动地说道 这 竟然是一个大宝贝 上面详细且缜密地记录了喉咙的72证 光是不同的药方 就有好几百种 这本书上许多方子 是我们如今都还在用的评带 有些早就识传了 现如今能出现在他们面前 真是不敢相信 他连忙问对方 这本书是从哪里来的 他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 专家激动地说道 这本书绝对是极为罕见的存在 老李询问专家 这本书究竟是什么朝代的 它的价值究竟有多高 专家说 一是半会 他也解答不上了 他需要找到一些相关领域的专家 才能给出答复 几天以后 萧教授联系老李 对方跟他说 这本书的原著 应该是明末清楚编撰出来的 现在这个本子 应该是清末留下的复刻版本 原本珍贵 但是上面的药方 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在几位专家的帮助下 老李父亲的病也治好了 最终 他将这本意外得来的医书 送给了萧教授等人 他说 这本书留在他们手中 要比在自己手里有用得多 那么大家认为 老李这样做对不对呢